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正在扎波罗热方面行动的 俄罗斯武装力量侦察兵小组指挥官称 俄罗斯武装力量侦察兵摧毁一辆乌军暴式坦克 其中的机组人员全部由德国国防军军人组成 该名指挥官说 俄军士兵在摧毁这辆暴式坦克后 发现坦克的驾驶员是唯一生还者 但当时他已身受重伤 后因伤势过重死亡 这名驾驶员在死亡前多次强调 他不是雇佣兵 而是德国国防军的军人 整个机组人员均来自同一个连